事实上以经济为例,西方国家北年来在民主体制下,无论是自由还是福利,也就是说无论是右派的主张还是左派的主张,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,但是由此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就是,因为自由,税收就很难增加,因为福利,因为那个平等,福利就很难减少。 公共财政越来越在台高筑,国家能力严重减损,这种情况下,如果他们不能联手努力解决传球化危机,而只会因为元息以往的争论,左派在继续减税,右派在继续征服力,那后果的确是后果堪余的。 但是这主要是指欧洲,对于美国而言,其实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高福利,我们知道美国与欧洲相比,福利的水平是比较低的。 在美国,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,其实一向弱于欧洲,美国的白左中,像民主党的左翼桑德斯,那是鼓吹福利国家的,而且桑德斯说实在的,不太强调身份政治。 桑德斯还真的是比较讲阶级政治的,主要是讲的什么劳工保护,什么这一类的事儿。 但是桑德斯这样呢?桑德斯其实严格的说,不是真正的美国的白左,而是欧左,他真的是有点社会民主党的那个味道。 但是桑德斯在美国,其实是,即使在民主党中,其实也不是主流,他只是支流。 那么美国的白左的主流,其实不是福利国家,也不是阶级政治,他们更喜欢搞身份政治,炒作种族问题。 这是我觉得美国的一个很大的问题,我觉得身份政治比福利国家的危害更大。 我已经指出,这种话题其实是无解的。所以我对白左的批评与所谓的白右有两点是不同的。 第一,我并不认为白左传错,白右传对,也并不是折中调和的所谓白中的立场,而是就事论事。 只论对错,无论左右,尤其是不把美国的左右和中国所谓的左右混为一谈,甚至美国的左右与欧洲的左右也是有区别的。 第二,我并不认为桑德斯的欧洲,在美国条件下比主流白左更糟糕。 有人说,幸亏桑德斯的势力很不大,势力大的都是那些主张讲身份政治,而不太讲劳工问题的那些人。 我觉得不是的,我觉得在美国这种背景下,身份政治如果恶性发展,那比劳工政治恐怕问题还要炸。 那么,我认为在美国,种族问题上的激进主张可能比阶级问题上的激进主张要更麻烦。 但是回过头来,对于美国华社的反白左,当然我无法确切知道是否以及什么程度上有这种现象。 但是,无论中左和白左是不是被混淆,有人说美国华社对白左的反感是因为他们混淆了中左和白左。 其实我觉得,他们混淆了对白左会有反感,不混淆也会有反感。 无论中左和白左是不是被混淆,无论从大陆背景的反左情绪平移到美国, 还是在清清楚楚地知道,中国的左和美国的白左不一样的前提下, 华人基于重视小共同体,既不指望福利国家,又反对极端伦理个人主义的华社儒家价值观, 他要排斥白左,我觉得也是不难理解的。 因为我前面讲过,你看像西部华社的人那种状态,他们第一是反对大政府的,包括福利国家他们也不感兴趣。 因为中国人从来没有生活在福利国家之中,从秦始皇以来,中国看到的大政府都是只知道红针暴恋的。 他们对福利国家不感兴趣,他们如果需要福利,就更希望是小共同体提供的福利。 而他们希望小共同体提供福利,他们当然就不会持那种极端的个性自由,反爹反妈,摆脱家庭。 他们当然不会去主张这种东西。 所以,这种华世儒家价值观排斥白左,我认为是不难理解的。 不管你是秦始皇世的左还是白左。